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出来的是利益 而自然展现出来的是境界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理解我说的这一意思 想出来的就像聪明一样 里面带有很大的目的性 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句话是以我们肉身的利益为中心的 为基点 你分析想 因为所以 说了一大堆 自然展现的是你生命的本来早已存在在那里 只是在跟刚才想出来的概念正好是 被祈祷而行之 而出现的不带目的的 不带任何想不带任何想法的 不带任何眼前的利益所存在的 这么一份诱惑 而是在你生命的脑海中 你只能叫脑海中 它自然呈现出来 夏朝 夏朝谁建立的 大宇 遥顺雨 这是中国人通常说的 其实这是不对的 遥顺 它是归为在五帝当中的 大宇建立了夏朝 而大宇治水 其实遥跟顺已经出现治水的概念 但是到了大宇治水 人们会传说很多故事 三国家门而不入 这是共产党给人们洗脑时 给我们洗脑时所灌输的说法 三国家门而不入 它强调的是大宇的努力 大宇的努力 大宇的自我的 就是一个彰显个人 一个彰显自我 一个彰显能力 彰显肉身这块肉的本事 其实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出现的大宇治水的概念跟世界上讲的大洪水的概念是类似的 它其实大洪水也好 大宇治水 中国出现大水只剩下昆仑山一带没有被淹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之前人和神共存的年代完全被摧毁了 那些曾经留下来的痕迹全都在人的后来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以为真正的含义在这里 如果你看神话故事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这个三皇武 在武帝的年代当中 出现一些人与神之间的那种正常或者不正常的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熟知的有点类似于希腊神话的故事 其实里面包含着 我以为里面包含着类似的成分 甚至包括公公室这些都在那个成分当中 是人与神之间出现了太跨越的交往 那时候怎么没有语言呢 那时候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文字 对吧 苍结造字 那是神穿 神说的 神下来的 那我们现在说的 郭沐若讲的 往不壳上拖着字来的 郭沐若说的 这共产党讲的就这么讲的 对吧 甲骨文不就王木壳上吗 那王木壳之前那些人都是哑巴 那些人不用人话 沉默是金 智者无语 其实 到了大雨这儿 是大水 一下把那部分给切割了 不让后面的人知道 所以出现了下商周 下商六百年 下商加起来一共一千年 下四百年 商六百年 加起来一千年 商之后到了周朝 才出现了周易 周易被今天人们解释 周易对应着风神 这是塑造完全人的文化 肉欲的文化 肉欲的文化 那什么叫无语 什么叫此处无声 胜有声 周朝之后 我们文字 书籍 历史 一切都完善了 那这个时候 人们有声音了 有文字了 有技术了 可是呢 作为修行的人 作为真正人的生命 却是堕落了 文字王创立了周易 可是呢 一个修不成的江子牙 却完全可以在他的周易之上 破解他的周易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人的 而我们现在说的 用嘴说出来的话 文字上写的东西 有几个人看懂周易的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堕落的过程 那今天如果你有本事 你从这样的一个肉欲 肉欲跟文字 跟这些东西等同的一个环境中 你能够超越自己 不用了文字 不用了那些话 智者无语 就是超过了 如果你按照时间上说呢 你回归到 你的境界可以回归到大雨之前 就是回到 顺着时间这个抽 你能回溯到三皇五帝的年代 你可以跟那儿有着共通的思想 有共通的生命感受 你还用语言吗 你还用现在的语言吗 肯定不用 你还把现在的东西看成是这么回事吗 什么都不是 就像看那期节目说 用钱买的都不值钱 用钱买的一点都不值钱 这个话其实 咋么咋么就 我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智者无语这句话 你可以往下延伸很深 你可以延伸到 在这种延伸的过程中 能够追溯到我们自己 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们个体者的珍贵 那在个体者的珍贵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这种场面的话 这是很有趣的 也是很说明的 也就讲说习近平把自己 习近平把自己完全动物化 完全糟蹋 就是他的那种自我的封闭与庞大 自我的脆弱与自爱 完全完全吻合在一起了 这是标志的一个 就是完 他就完结了 这是今天在香港晚上发生的事情 在香港18个区 香港18个区 人们进行了手连手 这都是时间了 18个区戴面具 人都筑起人链 抗争 这个 抗争蒙面恶法 里面讲的是时间 那这我们看到的 小熊维尼 跟小猪 小熊维尼 小猪 习近平 充实着整个香港18区 警察无可奈何 他的另外一个抗争的原因是因为 岑子林被伤害 而申请的10月20号 在九龙进行大游行 被警察拒绝了 那他们现在已经上诉了 那岑子林现在在医院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发起的这个人链2.0 说香港人人链2.0 意思就是10月20号全都出来 一个不能少 这是18号8点钟出来的 这是我们 他是沿着地铁线走 沿着地铁线排队 这是在9点钟在屯门 就有人开始叠这个指贺 在屯门的这个购物中心的中心广场 这是在望角警署外面 人们放上了花圈 点燃了香烛 这个因为望角警署呢 其实是指着姓陈的女孩 应该是讲的姓陈的女孩 当然被打死的人不是一个 望角成为了新屋岭之后的 被人们被港人称为相当邪恶的地方 望角警署 831CCTV 这是在黄大县 几十人戴上面具 这是在铜锣湾外头 铜锣湾外头人们戴的大多是 威杀 威字仇杀队 我自己我个人就我个人 我觉得挺感触的 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过这些 那后来在面具法之后 我们看到这些面具 香港人都用上了 不出马路 不阻戒 手连手 这是在搜购外面 搜购外面 太子深水部 我们看到了 这是在等于是在各地都有 中环 在中午的时候 在中环出现了几千人快闪 它五个区出现了快闪 中环我们知道都是这个 是它的金融区了 所以那都是白领人 所以当时中午休息的时候出现 你看现在这个中间 这个人是穿着西服的 很显然这是刚刚下班 从办公室出来加入其中的 这应该就是刚才这个人 那这是威字威杀里面 屯门公园 这里面很多显然是女学生 是女学生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 尖沙嘴 这同样是在尖沙嘴 我们都是村子林 村子杰 这是 这也是在尖沙嘴的海边 村子杰就成为了 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一个标志 同路弯 尖沙嘴的太空管外面 叫国定杀虐日 这应该是一个电影里面 他故意戴上这种面具 来表示今天的香港 这是在黄大仙 警署外面 望角那儿 曾经有过警察 有警察露面 黄大仙低头默哀 来悼念15岁的女孩 姓陈的女孩 示威者犯法有人辣 那警察犯法呢 人们举着不同的标语 这是在屯门 人们举着不同的标语来抗议 那因为鬼节快到了 通常的是这个月的31号是鬼节 所以在 在我相信在香港呢 有很多店铺去迎接 去卖鬼节的 这个蒙面的这个脸谱 所以这是一个很 应对现在香港出现的蒙面法 就变成了一个很 很滑稽的场面 因为如果在香港 在新加坡在香港 这样的开放的东方城市 他们会过10月 10月31号的鬼节的 那鬼节出来全都戴面具的 那那你说算不算违法 黄大仙 九点钟逐渐散去 在屯门 屯门大会堂外 这是大概今天呢 晚上九点半 我讲的是18号 这是要跟大家展示的 这是另外一组照片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这应该是那个青蛙了 这个青蛙曾经被共产党用过 青蛙里头代表又是 蛤蟆代表又是江泽民 全湾段 这是在地铁站的全湾段 这是不同的 我们跟大家分享 应该是不同的线路 叫四元小学外面的天桥 这样的抗争 你可以看到 依然年轻人很多 孩子很多 而且呢 大多都戴着面具 也就是说 从口罩 从戴口罩 逐渐转向成戴面具 来抗争他的蒙面法 这是晚上七点十分 这是在沙田 这里他没说是哪里 他应该也是那附近了 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有趣的就是 逐渐逐渐 我们看到出现了 习近平的面孔 习近平的面孔 就是在11号 他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当时跟大家 分享过那节目 我说印度总理 到底啥的意思 这么整他 全湾车站 全湾站呢 出现了军警 晚上七点钟 这叫一个中学的学生参与 那中学学生戴上的面孔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是江泽民跟威煞 习近平 习近平跟威煞的面具 青山公路 这边人显然很多 这个拍照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 他可能是看到有人在给他拍照了 习近平的面具 然后行驶的是纳粹礼 这叫就是讲的是中共 讲的是中共的概念了 纳粹奇嘛 那威煞的面孔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威煞的面孔就比较多了 威字仇杀队 国内国内本身也看过这个电影 涛格侃电影当中 也跟大家分享过 那现在的香港 基本就是 他的概念 他不像大陆 他的概念更像 更像威煞 威煞这个电影里 所展示的概念 因为他是一个 从相对民主的社会环境中 转向一个军警的城市 用红服改装 纳粹 吃纳粹的概念 猪头 小猪是指习近平了 所以香港 那这个面具里面就是 有小猪 有这个 小熊维尼 有这个林郑月娥 有威煞 那这是从威字仇杀队当中的 变种变样的人们 印出来的这种面谱 那前面戴这个就比较典型了 这是鬼节来临的时候 人们常戴的面具 这就我说 刚才说 在香港 如果31号 人们戴着面具出来 那警察该做 该做如何呢 这样的展现 你同时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 香港人对于 对于这个 紧急状态的蒙面法的嘲讽 也代表他整个 紧急状态法本身的这种失败 这是一个家庭出来的 带上了维基 维基小 这就很具有嘲讽含义 因为习近平禁止他 习近平承认自己跟他是一样的 那妈妈跟爹地给孩子戴上这个脸 就是习近平的今天的智商 基本就像一个两岁的孩子 杀人长命 那我们可以看到 猪头的概念呢 这个小猪的概念呢 已经逐渐开始出现变形和改变 这是讲10月20号 星期日大家都出来 小丑的面具 那小丑现在有一个新的电影叫小丑 相当杀虐的 据说是相当杀虐的 我没有看过 但是在BBC跟纽约时报呢 评价都很高 纽约时报认为呢 他评价的概念 主要是跟他 把他跟这个川普挂上了 而BBC在报道的时候呢 把小丑这个电影 跟现在的香港挂在一起了 而小丑本身采取 可能是采取很暴力的方式 在抗争着他的命运 里面讲述了相当深厚的命运的概念 10月20号 民阵九龙大游行 香港人反抗 这个就像跟刚才的那个概念 基本都是类似的 那这只蛤蟆呢 就是曾经被用在 抗争人的这个网络上 那后来出现了 带五角星 带红领巾的蛤蟆 那现在香港人 再把它戴起来 这是小丑的面具 所以小丑这个电影 我没有看 我们大家朋友 找尽会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种完全抗争概念 是被权力者 被周围的价值观 所唾弃的 所唾弃的 和你脱 叫面具人链 针对蒙面法 提出的抗议 这就是我们 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说 这是18号晚上 我们看到的故事 所以 从这种故事的 这种感触 给我的感触来讲 香港人 没有任何畏惧感 对吧 这是母亲父亲 带着孩子出来 没有任何畏惧感 而这种持续的过程 它隐喻着 在20号 即使政府不同意的话 我们很难想象 在如果满街出现 都是小丑的面积 满街如果出现的是习近平 那作为警察该如何处理 在警察处理的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 很急剧嘲讽的场面 这是显而易见 这也就是今天香港人 最为珍惜的 不愿意放弃的 和努力的原因 感谢朋友们 我们不知道 星期日会发生什么 甚至我 我可以这么说 我不知道星期六 会发生什么 但是这种持续的过程 持续的压力 很显然 香港人 整体的香港人 嘲讽了今天的中共 嘲讽了习近平 嘲讽了林郑月娥 这是显而易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